你好 我是蔡少 你是必須帶著兩支手機呢 才能夠使用兩個LINE的帳號嗎 那你是否有因為工作的需要呢 而必須要有兩個LINE的帳號呢 我今天呢就是要教你們 如何透過一個APP 然後就能讓你輕鬆的達到 單支手機就同時能夠使用 兩個LINE的帳號的雙開功能 那這一集呢比較抱歉的是 今天介紹的是針對4ANGLE的手機 那蘋果的用戶你們也不用擔心 我會在下一集的時候呢 我會介紹如何透過蘋果的手機 也可以打到手機雙開的功能喔 那首先呢就要先打開你的Google瀏覽器 然後連到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呢 我會發在資訊欄的下面 然後到時候可以供你們使用 然後下面你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這是綠色的連結 點進去之後呢 將這個LINE給下載下來 那你下載完下來就把它安裝就可以了 那這邊會跟你們講一下 大家為什麼必須要這麼麻煩 到這個地方去下載 主要是因為呢 LINELINE它目前並沒有開放 給所有的國家使用 它目前的開放的國家 只有 阿爾及利亞 柬埔寨 哥倫比亞 埃及 印度 墨西哥 巴基斯坦 菲律賓 沙烏地 阿拉伯 韓國 越南 這些國家 這裡面國家裡面就沒有包含了台灣 所以我們就無法在Google商店裡面呢 去下載到這個軟體 下載完安裝完這個軟體之後呢 你會看到 我的右上角這邊會有個Lightlight App 下載完之後你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可以首先打開一次它之後 它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你就可以點選開始使用 然後呢 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那之後呢 它會發一封簡訊給你 那你下載完 電登錄進入之後呢 就會到這個畫面 它的畫面其實項目的會比較少 就是你可能它的選項的東西 相對的就比 會跟原本Light的完整版 少很多 但是呢 它基本上包含了貼圖啊 通話 跟傳訊息 還有那個訊息備份 這些功能它都是有的 那如果說你要用比較完整版的Light的話呢 它們的差別在於說 完整版的Light的部分 它下面它會有多了 主頁聊天 聽聞串 跟收藏 那其實最大的差別在於 錢包這個功能 它的話比較多 Nightlight裡面呢 它把這個功能拿掉了 這樣的方式就是可以幫助你 讓你同時呢 有兩支Light的帳號 在一支手機就可以搞定喔 但是這個東西 目前它只有 For Angel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IOS的人呢 可能在就沒辦法使用這個功能 但是有IOS的人也不用擔心 下一部影片呢 我會教你們如何透過IOS 也可以達到雙開的功能喔 那這一支影片呢 就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們有任何一種 歡迎在底下面留言 會盡無所人的回答你們 有其他的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還有想你們想要知道 什麼樣的訊息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OK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 掰掰 掰掰 掰掰